OK 我们要用Unity 2018 Beta2来看一下新增的材质Shadowgraph的部分 因为我是单纯的美术 所以这边只是做基本的介绍 有一些是图学上的东西 就不见没办法做很明确的说明 首先现在有个场景里面有个排法 就是我的testmodel 我要在外面 再建一个 Folder 叫做 MyShadow 好 这边要说明的是在 你安装完2018 Beta2之后并不会有Shadowgraph的功能 也就是说你在按右键Create的时候会没有这个 Shadowgraph的功能 这个部分的必须自己另外从Github上面下载来安装 在官网上面有 下载链接 那我在这里呢我接着要Create一个Shadow 就启动Shadowgraph 那Shadowgraph名称就是 我 点Yammy 学A 学A0E 好 那我就可以在我的TestMaterials 这一边 TestModel这里建立一个新的Create TestMaterials D3W OK 这个才只用的 回到MyShadow TestMaterials 它会开出Shadowgraph四窗 好 那 这边呢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最基本的应用 好 首先呢 这里呢它要自己人工存档 如果你要加界面上鼠听要这个Properties PROP RTIS 这边进入 那这就是我们的 ShadowEditor 那这个拉出来或者你在这里右键可以CreateNode Node有很多种 好 然后这里的操作我觉得不太 直觉的就是你要么要click这个 要么要click 要么 滑鼠 不是滑鼠 那个 方向键左右 所以 我觉得不太直觉应该这样子它就该滑出去了 好这里我觉得它这个部分还不是很完整 好 那我们先回到 TestModel这里 把我的这个材质指定到graphic 好那因为我已经借了一个买靴的所以我可以点它了 好 那它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没有任何的 新的参数用的是它现有的 资讯 那 这边 因为我材质还没丢给它所以我现在呢 丢过去 现在就只剩下一个灰色的 model贴图也不见了 那这个 可以把它拖到这里面放 也可以拖到那里面放 不过因为我现在大概只能放在这里 那这边这个 可以缩小一点点 这个样子 这里也缩过来 这个要自己扳 然后中间可以扳动 滚轮是缩放 中间pand 滚轮缩放 右键可以create node 那所以这边我们做一下调整 把它做成这个样子 那这我没办法再入印入到这里 滚轮的时候会滚这边 那这可以旋转 好 左键按住旋转 好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 Color就是这样子 直接改颜色 好 但是你要按save 这边才会更新 好 而且呢在 UI上面没有 控制的界面 这里有点 麻烦 所以呢 我这要必须要把 这个是因为这个node呢 是color 好 input 这直接输入 好color 好 这个就是一个color的input过来 所以我如果要加入color这个作为它的颜色控制 我必须在这里选 color 然后这边的这个呢 delete掉 改成 这个就是我觉得 目前最糟糕的部分 没有出现 没有出现 大概要先save 先存档一下save 然后add 然后在这里呢 cranode prop properties 里面 好 那现在是这一个 就这个东西 找到color 找到color 再把这个 连过来 好 我觉得它最笨就是笨在这里 基础颜色 base color save 黑色 有界面可以控制了 好 有界面可以控制了 就界面可以控制 但 它不会联动到这边来 好 OK 那 所以我们要继续往下做 调整 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 你每要加一个 properties 就界面上的操作参数 这边都要做 一个先加了以后删掉 再从这里properties里面找到它再加回来 有点 我不知道怎么讲它 好 但我现在需要是贴图 所以呢 create node input texture Simple Texture 2D 好 那在这里我就可以选到 就可以在这边选我的 贴图 这张 这张 好 然后可以连过去了 save 好 那这个上面贴图就上去了 好 但是 我们知道Unity原始的材质应该是 啊 texture 连接 一个multiply 所以然后这边一样好又来了 这边我需要加入add texture 然后这个叫abattle 好 那这个呢 再删掉 在右键 create node properties里面再选abattle 然后再 接过来 这边先save 好 然后接上 为什么没接上 看一下 好 所以它会变成 这样的组成 好 先存档 选拖 好 所以变成这样的组成 呃 要这样子 我觉得 满受不了的 OK 好 那 我们的基本的 PBR学的 里面的 嗯 BBS 基本的那一个 它其实是一个 basic color 加上 abattle的 合成色 所以我们要再追加一个 node 啊这个应该是属于数学 基础的 multiply 好所以呢 Color进来 Texture进来 再接过来 好 好 令人有点 动没掉 我把这个缩小 这话不能缩 缩 缩 好 所以 呃 然后他这里 大家也可以选这张图是什么东西啊 好 save 这时候呢 这个basic color就会对 啊 我们的 场景做染色 跟 啊我们预设的那个PBS是一样的 OK 好 那 这样应该了解 啊 他能够做到什么样的 啊 特性 好 好 那当然我们还可以再做 啊 追加 好 呃 比方说目前目前没有normal 我知道没有画normal 所以这边应该只能对啊 Metalic做 强化 那 呃 Metalic跟Smoothies呢 呃 都是用参数控制 所以啊其实我们在这边需要再加入 啊 Float 好 那这边呢可能就叫做 好 就叫Metalic好了 OK 然后再加一个Float是 啊 Roughness Roughness 好 那 那这边就会多两个这个参数 当然这个目前没有作用 目前我还不确定怎么如果把限制在 0跟1中间 好 那这边我们希望奎言闹得 好 这边选到Metalic 好 这边选到Metalic 好 那当然我现在还没有那个 呃 环境背景给它反射 所以现在反射不出来 好那这个东西可以做一个Copy 呃 Paste 那这个选成Roughness 点到这边 好所以这两个是Float Roughness目前是0 Safe 好这边就不完全不光滑 不光泽了 好 那那当然才有这个呃 这边呢 因为为什么他目前没贴图 因为 这里 我们这里连过去有本来这是要接贴图 呃原本这里要是接Texture 那现在你这样做了以后做到界面要从这里接 而且 从这里选到跟这边是两件事 好 光泽度回到 025 0.5 0.3 OK好 大概形成这个样子就好 好 那 呃 我刚刚说现在目前没有normal 呃是可以用人工做normal create node normal create normal create的意思是说我可以找一张贴图例如就是这张 把Aveto偷给他他就会把Aveto当作normal来转换 好 好 好 这边调一下因为 呃这里跟这里 这边这边是两件事哈 OK 看起来有点诡异 呃base color 这边没有调过来 那这个normal的强度有点诡异 好 当然在画面上如果现在save的话 画面上强度也很夸张 OK 那当然这次就需要做一下调整 所以我还是需要对这一个 一个是他其实这个normal是假的 他其实是对这张彩色的RGB做offset 然后做一个力量的设定 所以我又需要两个 呃 再create一个float 两个float 然后这个叫做 那么offset 跟一个叫做 然后 save 然后我们就create node input properties properties 找到normal offset 好 copy paste paste 一直按到copy 好 normal strength OK 那然后呢把这两个拉过去接 offset normal strength 好 那 所以 normal offset呢 我们可以去在这里做 调整 当然直接到这里做好了 既然已经做成 这里 那我们就到这里调 好 力量 强度 强度 然后offset 你可以发现他其实是对 图做一点点位移产生牙的效果 好 那我们场景中的五简会 产生 法向线的 假的法向线的呈现 这是如果 只是简单的要生成一个这样子的形式的 结构的话 好 当然可以 更强 弱 好 那反的 浮雕 好像浮雕反而是我要的 好 那是反过来 OK 好 那 所以原本没normal的现在也有normal了 好 那我们现在穿到这样其实稍微 呃 大概 同学应该已经有一点概念怎么接这东西 那如果你要让物件本身具备 透明度控制的话 那有别的 就是alpha这边要加东西下去 处理 好但我们现在就不处理到这边 OK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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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